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这个名称叫做建筑物耐震设计规范 那就是说我们过去已经有13个单元了这样 那我在这边的话把这个过去13个单元 比较没有提到的部分 然后在这边的话再跟大家再说一个说明这样子 然后第一个的话我们来看这个一些专有的名词这样子 然后第一个是经验公式 那经验公式的话英文就叫Empricle Formula 那这个经验公式会用在哪里呢 那我们之前有讲到过说 结构的那个基本阵容周期 它有一个经验公式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结构基本阵容周期 有个经验公式 就是从它的那个楼层的高度 就可以找到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阵容周期 然后再来是动力分析 那动力分析英文叫Dynamic Analysis 然后呢这个从我们从这个动力分析呢也可以找到结构的那个基本阵容周期这样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会谈到说这个我们从经验公式导造结构的基本阵容周期 那我们从动力分析也可以找到结构的基本阵容周期 那最后啊我们要究竟要踩哪一个呢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是建筑物地下部分的地震力这样 那我们之前的单元呢都是讲这个上部的结构这样 那我们今天呢也会讲到说这个下部的那个结构 那个地震力要怎么设定这样子 然后这个建筑物地下部分地震力的话 它的英文的话叫Seismic Force of Basement 那Basement呢就是地下室 Seismic Force就是地震力 就是地下室的那个地震力这样子 然后再来我们会看到这个意外扭矩 意外扭矩的话英文叫Accidental Eccentricity 那这个为什么会有个意外扭矩呢 那因为我们这个建筑物啊 然后这个对于每个楼层来讲 它有个刚度的中心 那也有一个质量的中心或者重量的那个中心这样 那当这个刚度的中心跟这个重量的中心重叠的时候呢 那就是没有扭矩了这样子 那但是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设计也好 分析也好 那我们有可能啊 对于这个质量的分布啊 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那这个不确定性很可能是来自于说 后来的一些隔间做一些转换等等这样子 然后使得说它的那个重量的那个分布啊 很可能是跟我们的预期不一样 那因为重量的分布有可能跟我们的预期不一样 有可能说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说这个重量的中心啊就跟这个质量的那个刚度的中心啊是非常非常接近 那但是事实上有可能说跟我们这个预期有有点不一样这样 那说说我们就要外加个意外的扭矩来啊 这个把这个来涵盖说这个质量的那个分布啊 的一些不确定性这样子 然后再来有个层间的位移 那层间的位移的话就是这个楼层的楼地板 跟上个楼层的楼地板 那个相对的位移这样子 然后呢它的英文呢叫Inter-Story Jeep这样子 那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不希望啊这个层间位移太大这样子 那所以说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规定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这个层间的位移角 那层间的位移角啊 就是把这个层间位移啊把它无音次化 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上个楼层 相对于这个楼层的那个相对位移 那我们叫层间位移 然后除以这个楼层的高度 那我们就变成是这个层间的位移角这样 那说层间位移呢 它的单位呢就是位移的单位 那层间位移角呢 它的单位就是没有单位了 那因为呢它已经把这个层间位移啊 除以这个楼层的那个高度这样子 那这个层间位移角啊 英文叫Inter-Storage-Ratio这样子 那这个Ratio呢就是个比值 那这个比值的话就是层间位移啊 比上这个楼层的那个高度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耐震间隔 那耐震间隔的话英文叫Seismic Gap这样子 那就是说如果说有两栋房子它是相邻而建的这样 那如果说这两栋房子啊它的那个距离也不够啊 那有可能说在这个地震之下他们这个会产生一些碰撞这样 因为我们不能够保证说在地震之下 这两栋房子啊一定是做一个同向的那个运动这样 那如果说他们做一个反向的运动 那如果这个间隔不够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碰撞这样 那么这个叫做耐震的间隔 叫做Seismic Gap这样子 那再来我们有个这个极限的那个层简历 那这个极限层简历的话 英文叫Ultimate Storage Share 那就是说它这个楼层 那究竟说能够承受多少的那个简历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楼层 能够承受简历的那个需求 那也可以知道它的那个简历的容量 那我们这个容量除上这个需求 我们就叫说它够不够这样子 然后再来这个上个楼层 这个容量跟需求的比值 跟这个楼层容量需求的那个比值 那我们就可以探讨说 究竟有没有软弱层的一个效应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垂直地震力的 那如果说我们过去的单元里面的话 我们都是讲到水平的那个地震力 那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讲到 这个垂直地震力要怎么处理这样子 那这个垂直地震力呢 就叫Vertical Seismic Force 那Vertical就是垂直 Seismic Force就是地震力这样子 好那第一个的话是 第一个这个主题的话 是有关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这样 那这个结构基本震动周期我们说过 那我们可以这个用一个经验公式 来得到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在这个时候在我们之前的单元里面有说过这样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动力分析 结构得到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这样子 那在这边的话 那我们这个除了这两种方法以外啊 那我们说一下这个结构基本震动周期啊 怎么去做个简算这样子 好那我们用一个一层楼这个为例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一层楼啊 这个建筑物啊 把它分割成啊 这个内柱跟外柱的组合这样子 那所谓内外柱的话就是一根柱子接一根梁这样 这个所谓接一根梁的话是考虑地震的方向一根梁这样 那很可能这个垂直这个地震力它还有梁先相接这样 那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呢先考虑个地震力的那个方向这样 那内柱的话就是说它这个一根柱子会接两根梁这样 那这样是内柱这样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把这个自由度的那个数目啊 简化回啊这个delta 那delta的话就是侧位移啊 theta的话就是这个梁柱接头啊 它的那个转角这样子 那在这边的话这个h就是柱子的那个进高 ic的话就是柱子的那个断面啊 就是以这个垂直这个地震力的方向这个断面啊 它的那个面积的二次距这样 那因为啊在这个这里呢梁的话 是假设说它的那个反曲点啊是在这个中央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反曲点的那个部分啊我们是给它一个hinge 给它一个角接这样 那所以说梁的那个长度的话就变成是二分之L 那所以说这个梁呢本来呢是这个进长是有L的 这个长度是L的那因为我们现在切成一半那就是这个二分之L这样 那IB呢就是这根梁啊它的那个面积的二次距这样 那这个柱子的那个下端呢那我们这个视为一个固定端这样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外柱的那个进度 还有这个内柱的那个进度这样子 好那我们先看这个外柱的那个进度这样 那外柱的这个进度的话因为我们有两个自由度 那所以说这个进度矩正的话是一个二乘二的那个进度矩正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先看这一行那这一行是什么得到呢 就是说我们把delta设为1然后呢θ设为0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需要多少的力量多少的那个力矩 那我们这个就可以找到它的那个这两个进度矩 进度矩正这两个元素这样子 那这一行是什么呢那这一行的话就是我们把delta设为0 就是说没有彻移θ设为一个单位这样 那需要多少的彻力造成这个一个单位这个转角这样 然后需要多少的那个力矩这样 那说说我们在这边呢会看到说这个需要多少的力矩 除了这个有柱子的贡献以外 然后呢还有这个量的那个贡献这样 然后这个这种这个这个进度矩正的话 那我们用我们这个之前所熟悉的这个结构学 所学到的那个琴角辨位法都可以找到这样 那找到之后呢那我们就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地震之下 这个seater是很明显的很具体的 然后这个重说一次 然后在地震之下这个delta这个侧位移是很明显的 然后呢在这个地震之下呢这个楼板呢 这个转动是非常非常小的这样 那说说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自由度啊 可以把它这个予以浓缩这样子 那把这个自由度浓缩之后呢 那我们就只剩下这个delta这个自由度这样 那要把这个自由度浓缩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ke21乘上delta 加上ke22乘上θ让它设为这个0这样子 那因为呢在这个θ这个角度啊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设为说 它的那个惯性力是可以负略这样子 那我们从这个方程式里面呢就可以找到θ了 然后这个θ呢都等于minus ke21 divided by ke22乘上这个delta这样 那我们就用这个year是代表这个y 就是external column这样子 好那当我们这个θ可以用这个delta来表示之后呢 那我们就看第一个方程式 然后第一个方程式的话就是ke11乘上delta pluske12乘上这个θ 那我们把这个θ啊用这个delta来表示 那说一说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进度矩阵啊 浓缩为啊这个ke11 minuske12 timeske21 divided byke22 那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元素带进去之后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y柱的那个进度 那这个y柱的进度呢 因为它只有一个自由度 所以呢它是一个存量这样子 好那我们跟着看这个内柱啊 那内柱的话就是一根柱子啊 会接这个两根梁这样 那一样这个内柱呢 这个我们用year来代表说是个internal的那个column这样 那因为它是两个自由度 那所以说呢也是个二乘二的那个进度矩阵这样 那有关这个第一行的话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delta设为1 做测位仪设为1 θ设为0 就是说不让它有这个转角 那么我们要造成一个这样一个变形啊 我们需要多少的那个测力 那就是12eic除上这个h三方这样 那需要多少的例句 就是61eic除上h的那个平方这样 那跟着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行 那第二行的话呢就是delta等于0 那就是说不让它有这个测位仪 θ设为一个单位 就是让它有一个单位的那个转角 那么我们需要多少的测力呢 就是61eic divided by h的那个平方这样 好那我们需要多少的例句呢 就是41eic divided by h plus12eib divided by l 那就是说跟这个梁跟这个柱子啊 都有所这个贡献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内柱的那个进度矩阵啊 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那一样因为在地震作用之下呢 这个楼板这个测位仪是相当明显的 或相当具体的 但是这个楼板的那个转动啊 是几乎可以负略的 就是说这个θ这个自由度啊可以负略 那这个负略的话呢就是说它就没有惯性力 那没有惯性力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静态的浓缩这样 那这个静态的浓缩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ki21 plus ki21 times delta plus ki22 times theta equal to zero 那我们从这个方程式里面啊我们就可以解出啊 theta跟这个delta的关系这样 那theta equal to minus ki21 divided by ki22 times delta这样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theta就可以用这个delta来表示这样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一个公式 那第一个公式那个进度呢就是ki11 times delta plus ki12 times theta 那这个theta呢我们就用这个delta来表示这样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ki这个进度 所以内住的那个进度的话就等于啊 ki11 minus ki12 times ki21 divided by ki22这样 那就equal to 12eic divided by h3 minus 6eic divided by h2 然后再square这样 divide by 4eic divided by h plus 12eib divided by l这样 那说说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内住的那个进度矩阵 跟外住的这个进度矩阵呢只在这一项有这个差别这样 那如果外住的话这个是6 然后如果是内住啊这个是12这样 那很显然的话这个12那就是之余啊说这个它是接两根柱子 说是12那外住呢这一根梁说它是6这样 那我们现在呢把每一根内住每一根外住它的那个进度矩阵呢 它的进度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之后 那因为这些柱子啊它是做一个并联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进度啊加种起来就是它的那个合成之后 和整个结构的一个进度这样 那说说我这个一层楼的那个结构 那我们把这个一层楼的那个结构呢把它分成啊这个内住跟这个外住这样 那这个内住的话它的那个进住矩阵的那个总和 那就是kii就是代表内住 j的话是dj跟内住这样 那我们把它submission起来 那外住也是k1 1的话就是代表这个外住 然后j的话是dj跟外住这样 那我们也把它submission起来 那就得到这个k 那这个k的话就是结构的这个进度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个结构的进度 那我们当然要知道这个结构的那个质量啊质量 或者说重量这样 那结构的重量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啊 这个大部分的重量都集中在这个楼板 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量的重量 板的重量或强的重量分配在这个楼板上面 然后呢再来柱子呢有一半的那个重量啊 是把它分配在这个楼板上面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结构的那个重量 或者说它的那个质量这样 那我有了这个质量m 那也有它的那个进度k 那我们就m divided by k square root 然后再divide by 2pi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真正中周期这样 那有了这个结构的基本真正中周期 那我们就可以跟工业经验公司做一个比较 那或许说我们跟这个这个软体分析啊做个比较 那我们就有感觉就就比较有感觉说这个软体分析的那个结果啊 合理不合理这样子 好那我们跟着要看这个两层楼啊 这个两层楼呢我把这个两层楼的那个结构啊 沿着这个地震力方向啊 那当然它是有两个方向 那我们两个方向个别来做这样 就沿着那个地震力方向呢我们把所有的那个柱子啊 把它分类啊把它group为这个两类这样啊 分为两类这样啊 那一类呢就是外柱 然后一类是内柱这样 那我们看这个外柱这样 那外柱的话对于一楼来讲 它这个有这个柱子的那个近高H 然后呢有柱子啊 它的那个面积这个对面的那个面积二次距IC这样 然后呢在这个二楼里面的话它是J跟梁 那梁呢它本来的那个长度啊 静长是L 那因为我们假设啊这个梁的那个反曲点啊 是在这个梁的那个中央 那说说这个梁的那个长度呢 变成是二分之L这样 那Ib呢就是这根梁啊 它的那个断面的那个这个面积的二次距 那后说我们就要转动灌量这样 那再来到这个第二楼了 二楼了 那二楼呢H 那这边的二楼的H呢 不见得它要跟H 这个一楼的那个近高一样 它可以这个有不一样的 这个每个楼层它可以有不一样 那一样可以计算这样 Ic也是这个断面啊 这个二楼这根柱子啊 它在这个断面的那个 这个断面的那个面积的二次距这样 那一张这个在顶楼 然后接了一根梁 那这根梁的话也是取一半 所以呢它的长度是L 那当然顶楼的梁的那个长度啊 那个进场啊 未必要跟这个二楼的梁啊 要完全一样这样 Ib就是这个梁的那个 对面的那个二次距这样 面积的二次距这样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外柱啊 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那一样在这个一楼的柱底呢 我们把它这个视为这个固定端这样 那内柱呢 跟这个外柱一样的 只不过说在这个每个楼层呢 它这个外柱呢 是接一根梁 那内柱呢 是接两根梁 或者说严格来讲的话 是两根半根的梁这样子 因为我们呢 这个取这个反曲点啊 是在这个梁的那个中央这样 那顶楼也是一样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它的那个边界条件的话 就是一楼的那个柱底 它是个固定端 那梁的中央的话 它是个hinge 它是个角接的端这样子 那对一个二层楼的那个结构来讲的话 那么它总共有四个自由度了 那这个四个自由度呢 包括是有两个delta 所以这个delta呢 是用个向量来表示这样 那还有这个两个theta这样 那两个delta呢 这个delta就是delta rf rf就是顶楼的那个侧位移的 delta 2f就是二楼的那个侧位移的 然后theta rf就是顶楼啊 在这个两柱的那个接头啊 它的那个转角这样子 theta 2f就是在二楼啊 这个两柱接头的那个转角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我们跟着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外柱的那个进度建立起来 内柱的那个进度建立起来这样子 那一样这个外柱的那个进度的话 它这个矩阵的话就是个四乘式的那个矩阵 然后内柱也是一样 它也是个四乘式的那个进度矩阵 那我们一样经过这个静态的浓缩 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浓缩呢 因为那因为在这个地震之下 这个delta这个侧位移呢 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具体的 但是这个theta 因为我们这个梁啊 是这个相对来讲是不太会转的 或许说它的那个转动量是很小的这样 那原因的话因为我们的柱子啊 它的那个这个手向的那个进度啊 是蛮大的 所以呢它的那个转动量啊 是蛮小的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theta 因为它转动量很小 那所以说它对应的那个转动惯量就很小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静态的浓缩啊 把它这个本来是四个自由度的 那我们把它浓缩为啊 这个两个自由度这样子 好那我们先看这个外注的那个进度啊 外注的进度 那这个ke就是代表外注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进度矩阵呢 它本来是个四乘四的那个进度矩阵 那我们把它变成四个二乘二的直矩阵这样 那这个二乘二的直矩阵呢 那这个二乘二的直矩阵呢 是包括ke11 ke12 然后ke21 还有ke22 那这个 这个二乘二的那个直矩阵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一个个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那我们首先这个看这个ke11 那这个ke11的话就是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行 那第一行的话是代表说这个delta r roof 就是这个顶楼的那个测位移啊是一个单位 然后其他的尾零 那就是说二楼的测位移为零 顶楼的那个转角尾零 二楼的转角尾零这样 那我们就需要说如果要造成这样子一个变形 那需要多少那个测力呢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这个是12eic 除上h三方 然后这是二楼的 那这个二楼是代表说 这个e也是二楼的 ic也是二楼的 h也是二楼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 他需要这个二楼需要多少的测力呢 就是minus 12eic divide by h三方这样 那一样这也是二楼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直矩阵啊 这两个部分建立起来这样子 好那我们看再看这个第二行 那第二行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把这个delta r roof设为零 delta second 2f 就是二楼的那个测位移 设为一个单位这样 然后转角 顶楼的转角 跟二楼的转角 都设为零这样 那我们需要这个测力 顶楼的测力多少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二楼的测力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看到2f 就是我们需要用二楼的参数 1f的话我们就是用到一楼的那个参数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ke11 这个二乘二的那个进度矩阵 建立起来这样 那ke12的话也是一样 那这个如果我们看第一行的话 就是delta r roof把它设为一个单位 delta 2f把它设为零 theta r roof把它设为零个单位 不转动 这个theta 2f也爬设为零 那这样的话要造成这样的变形 需要这个在顶楼的那个转 这个例句是多少 然后呢在这个二楼的例句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元素建立起来 这样 那样我们看这个第二行 第二行 我们就是把这个delta r roof设为零 然后呢 重新再说一次 这个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行 第一行的话就是这个delta r roof设为零 这个delta 2f也把它设为零 那我们把这个theta r roof设为一个单位 然后呢theta这个这个2f也设为零这样 那它需要多少的那个测力 它需要多少的测力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元素建立起来这样 然后这个第二行的话 这个我们把这个delta r roof设为零 这个delta 2f也把它设为零 然后呢这个delta r roof也把它设为零 然后delta 2f设为一个单位 然后所需要的那个测力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元素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直举帧 就是ke to one 那这个ke to one的话就是 这个第一行的话就是delta r roof设为一个单位 其他都设为零 然后它需要的那个例句 那就可以把这个顶楼所需要的例句 还有这个二楼所需要的例句这样 然后这个第二行的话 OK我们再说一次 这个第一行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delta r roof设为一个单位 delta 2f设为零 θ r roof也设为零 然后delta θ 2f也把它设为零 然后呢这个时候它所需要的那个例句 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个 这个两个元素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子 然后第二行的话是delta r roof设为零 delta 2f设为一个单位 然后其他都设为零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它所需要的两个例句 这个是顶楼的例句 这个是顶楼的例句 还有L二楼的例句 那么我们这个直矩阵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那在这边呢我们这个ke 2-1 然后刚好是等于ke 1-2的那个transpose 就说ke 2-1跟这个ke 1-2 它们有一个转置的那个关系这样子 好再来我们是看ke 2-2了 ke 2-2 这个第一行的话就是这个theta r roof等于一个单位 其他都设为零 然后在这个顶楼所需要的例句 二楼所需要的例句这样子 然后第二行的话就是theta 2f设为一个单位 然后其他都设为零 那这个顶楼所需要的例句 还有二楼所需要的例句这样子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那个局局针对卡建立起来这样子 那建立起来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4x4的那个进度矩阵 浓缩为这个2x2 那主要的原因的话 我们在这个测力的那个作用之下呢 它的测位仪是很明显的 但是它的那个转角呢 是可以负略的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转角的那个自由度 把它做一个静态的浓缩 那就是说经过这个静态浓缩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进度矩阵 从这个4x4变成2x2这样 好 那我们这个从这个进度矩阵这个第二列 第二列 那第二列的话就是ke21乘3delta pluske22乘3θ 那在这边的话这个delta是个向量 就是2乘1的向量 这个θ呢也是个2乘1的那个向量 然后呢这个等于0 那等于0呢 因为这个转角是可以负略的 那么它的那个相对应的那个惯性力呢 是可以负略这样 那我们从这样一个方程式啊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静态的浓缩这样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θ 是等于minuske22 inverse timeske21乘上这个delta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θ用这个delta来表示这样 好 那我们跟着的话是看这个第一列 那第一列的话是ke11 timesdelta pluske12 timesθ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θ把它表示成这个delta 那表示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进度矩阵啊 本来是个4乘4的那个进度矩阵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浓缩为这个kedelta 那就变成个2乘2的那个进度矩阵 那就等于ke11 minuske12 timeske22 inverse timeske21 那这个kedelta呢它就是一个2 by 2的那个进度矩阵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这个把这个外注的那个进度啊 就能够建立起来 那当然建立这个方程式以后啊 那我们这个每一个外注的那个进度矩阵都可以把它建立起来 那么它就是一个2乘2的一个进度矩阵 好 那跟着说我们要看这个内注啊 那我们看这个内注呢也是一样 那我们把这个内注呢本来是一个4 by 4的那个进度矩阵 那我们把它变成是4个submatrix 那每一个submatrix呢都是个2乘2的那个矩阵这样 那我们先看这个ki11 i呢是代表这个内注这样 11的话是代表说这个11这个直矩阵这样 然后呢它是个2乘2的那个进度矩阵这样 那第一行是怎么来呢? 第一行的话就是delta r roof把它设为一个单位 那就是说在这个顶楼所需要的测力 然后这个2楼所需要的测力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第一行这个得到这样 那第二行怎么来呢? 第二行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delta 2f设为一个单位 然后其他都设为0 那我们顶楼需要多少测力 二楼需要多少测力 那我们这个就把这个第二行啊 这个建立起来这样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个ki11这个进度矩阵这样 那跟着我们这个ki12 那ki12这个第一行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theta rf设为一个单位 其他都设为0这样 那么这个在顶楼所需要的测力 二楼所需要的那个测力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第一个column 这个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然后这个第二行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theta 2f设为一个单位 然后呢这个其他都设为0 其他位移量都设为0 那就是说我这个顶楼所需要的测力 二楼所需要的测力 那我们就把这个second column 这个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ki11跟这个ki12 两个submatrix直举正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好那跟着的话我们就再看这个ki21 这个直举正这样 它也是个2x2的那个直举正这样 然后这个第一个column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delta rf设为一个单位 其他都设为0 那就是说我在这个顶楼所需要的例句 二楼所需要的例句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first column 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好那我们跟着看这个second column 那second column就是把这个delta 这个2f这个设为一个单位 其他都设为0 其他都设为0 那我们在这个顶楼所需要的例句 二楼所需要的例句 那么我们就能够把这个second column 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好那再来是ki22 ki22 那这边也是个2x2的那个矩阵这样 那第一个column就是我们把这个theta rf设为一个单位 然后其他都设为0 然后这个在顶楼所需要的例句 二楼所需要的例句 那我们把这个first column把它建立起来 那second column就是我们把theta 2f设为一个单位 然后其他都是为0 那么我们就能够把这个顶楼所需要的那个例句 然后二楼所需要的例句 那我们把这个second column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那我们建立起来的话这个进度矩阵呢 kii就是内柱 内柱的进度矩阵的话 它是个4x4的那个进度矩阵这样 那一样那因为在这个側力的作用之下 地震力的作用之下的话 这个側位仪是很可观的 不可以覆略的 但是它的那个转角 那因为这个转角是非常小 那非常小的话它就可以把它覆略掉 那覆略掉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这个静态的浓缩 那经过浓缩之后呢 它就变成是个二乘二的那个进度矩阵这样 好那一样我们现在有ki ki呢有这个四个那个矩矩阵这样 那我们这个看这个second row第二列 那第二列是ki21 timesdelta 这个delta呢是个向量 是个2x1的那个向量 pluski22乘上theta 那这个theta呢也是个向量 是个2x1的那个向量 一个to zero 那等于0的原因的话 因为这个转角很小 所以呢它几乎不会引起一个惯性力 所以呢我们这个它等于是在一个静态的那个状态之下 这样 那等于0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theta 用这个delta来表示这样 那这个theta呢是个向量 2x1的向量 equal to minuski22 inverse timeski21 timesdelta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theta跟这个delta把它建立起来这样 好那跟着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这个first row 那first row的话就是ki11 timesdelta pluski12 timestheta 那这个theta呢我就可以用这个式子把它表示成这个delta 那经过整理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矩阵浓缩为这个kidelta 那这个kidelta就是经过浓缩之后 那我们就只剩下delta这个自由度 theta这个自由度呢就经过动静态浓缩之后呢就可以把它化解了这样 那就等于ki11 minuski12 timeski22 inverse timeski21 这样 那么这个进度矩阵呢就是2x2的那个进度矩阵这样 那这个内柱经过浓缩之后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方程式 那这个进度矩阵呢是这个2x2这样 那我们把每一个内柱的进度矩阵都建立起来 那我们再把它加种 那加种的原因呢 因为它们是个并联的那个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整个结构有关这个内柱的那个进度 那我们再把这个外柱的进度说同样的做法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构的整体的那个进度矩阵 那我们这个两层楼的那个结构呢 那我们这个两层楼的那个结构呢 它的那个进度矩阵呢是一个叠加 那叠加是K1 delta J 那K1E就是代表说它是一个外柱 这个delta呢是代表说它已经经过浓缩之后 只剩下侧位于这个自由度这样 J呢是代表自己J跟这个外柱这样 那我们把这个进度矩阵 因为它们有个并联的关系把它submission起来 再加上这个Ki delta J 那I呢是代表internal的column 就是内柱 那delta的话就是经过浓缩之后 它只剩下这个车位于这个自由度了 那J的话是J跟这个内柱这样 那一样我们把所有的内柱的那个进度加重起来 那我们这个内柱加重起来 外柱也加重起来 再把它一起并加重起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构系统的那个进度矩阵 叫做K 然后呢这个K呢就是一个2 by 2 matrix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质量的那个矩阵 那质量的矩阵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顶楼有个质量 那我们就MRF RF是代表roof的那个质量 然后呢再来M2F 2F代表二楼的那个质量 然后它是一个对角矩阵 那我们有了进度矩阵K 那有了这个质量矩阵M 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特征分析这样 那因为它们都是一个2乘2的一个进度矩阵 那这个特征分析的话就是K minus lambda M 然后呢取它的那个determinant determinant equal to zero 那这个determinant equal to zero 因为这个determinant呢 是这个lamb的那个多向式这样子 那这个多向式呢就可以解出两个特征值 Omega 1跟这个Omega 2这样子 那我们关心的话是这个基本的那个振动频率 那基本振动频率呢就是把两个频率取小的 那我们叫Omega 1 那Omega 1呢对应的是lambda 1 那lambda 1呢也是这两个特征值 这个小的那个特征值 那我们把这个lambda 1 take square root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Omega 1 那有了这个Omega 1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2π divided到Omega 1 我就得到这个T1 那这个T1的话就是基本振动周期 那因为它周期有两个 那我们把这个周期最长的一个 或者说频率最短那个 这四维啊它的那个基本的那个振动频率 还有基本振动周期这样 那我们这个T1呢就可以到达这样 好那我们刚刚说过了 好那我们这个基本振动周期呢 一个是我们从经验公司里面得到 然后一个是从动力分析 我们刚刚那个是从这个简易的动力分析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这个程式来算这个这个周期这样 那算完这个两个周期 我们最后再做设计的时候 要取哪一个振动周期这样 那这个话我们这边有说 这个规范里面的那个2.6节有说 这个基本振动周期 你可以用其他的那个结构力学的方法来计算 但是计算得到的那个周期 这个T这个值啊 不得大于经验公司周期的1.4倍 那如果说我们用个数学来表示的话 就是我们把这个T Empirical 就是经验公司得到的那个 基本振动周期 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 那我们把它乘上1.4倍 那这个T Dynamic 就是用动力分析的 不管是用这个程式的计算 还是个简易的那个计算 那就是说从动力分析 得到一个基本振动周期 那我们这两个值啊取小的 那么我们就得到这个最后的那个 用来做设计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那个情况 那一般来讲啊就是基本振动 基本振动周期越长的话 那么它的那个设计地震率就会越小 那我们会担心说这个如果动力分析出来的那个周期 非常非常长 那我们这个设计地震率就非常非常小 那么我们会不会说太低估了这个这个地震率这样 所以我们就不希望说这个用动力分析出来的那个周期太短这样 那既然说我们不希望说用这个动力分析出来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太短 那么我们就用个经验公司来限制它 不得太短这样 那不得太短的话我们就用经验公司把它乘上一点四倍 然后呢就说这个就是它的上限不能比这个还长这样 所以我们就得到最后就是一点四倍乘上经验公司得到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 还有动力分析所得到的那个基本振动周期 我们取一个小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T 那这个T的话就是我们用来设计用的这个结构基本振动周期 然后这个方程式呢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里面的2.6节 有这个提到这样子 好那我们讲完这个结构的基本振动周期以后呢 那我们就讲说这个建筑在地下部分的那个设计水平地震率 那我们之前的单元都是讲这个上部结构 就是在这个机面以上的那个设计地震率 那如果这个机面以下的那个设计地震率 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样 那就是说建筑物在这个地下各层 施加的那个水平地震率呢 那我们就用这个该层的那个重量乘上它对应的一个水平震度K 就是说我们得到在哪一层的那个重量 在乘上这个K这样子 那这个K怎么计算呢 这个K呢跟它的那个深度有关 跟它这个从地面往下算的那个深度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H就是这个地下某一层 它的那个这个在这个地底下的那个深度 在地底下的那个高层这样 那就是H这样 那这个K呢这个不得小于 或者说一样大于或等于 0.1 括号1-H divided by 40 然后乘上SDSI这样 那第一个I的话 我们知道说它就是用途系数 那如果看出它是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 第四类建筑物 那我们I呢很考是1.5 1.25跟这个1.0这样 SDS呢那就是它短周期的那个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设计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那么这个SDS呢跟这个建筑物做到在哪个地方 跟端长的距离 然后来类的那个地盘这样 那我们看看这个 那我们先看这个H等于0好了 H等于0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K 这个水平震度呢就是等于0.1乘上SDSI这样 好那这个H越大的话 那这个K就会越小 那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地下的楼层越深的话 距离这个地面越远的话 那你的震度就越小 那因为你距离越远你基本上 你基本上就是跟着这个土 在这个跟着这个地球 在做这个震动这样 好这个H最大可以多大呢 这个H呢最大是20 那如果大于20的话 我们用20来计算这样 那这个当这个H等于20的话 那就是1-20 divided by 40 就得到0.5 那0.5的话 这个就是最后这个K 就会等于0.05 SDSI 那说这个K呢大概是介于0.1 SDSI 还有0.05 SDSI这样 然后它的分布呢就看说这个楼层啊 在这个地底下的那个深度或者说高层这样 然后这个是设计基准的那个地震 那就是475年回归期的那个地震这样 那这个最大考量地震 那就是2475年回归期的那个地震 那这个水平震度呢 事实上我们就是把原来的SDS啊 用这个SMS取代就好了 那这个SMS呢就是最大考量地震之下 它的那个短周期的设计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那一样当这个H等于0的话 那这个水平震度呢就是0.1乘上SMS乘上I这样 那如果这个H等于20或大于20的话 那么这边的话就变成是0.05SMS乘上I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中小度地震 中小度地震那中小度地震的话 跟之前是一样 只不过说这个如果说是123类地盘呢 我们把这个SDS啊除以这个4.2 那如果是台北盆地呢 我们把这个SDS啊除以这个3.5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这个123类地盘 如果说这个H趋向于0 那么它就是这个水平震度呢就是0.1乘上SDS divide by 4.2再乘上I这样 那如果这个H呢是等于20或大于20 那么它就变成是0.05乘上SDS divide by 4.2再乘以I这样 I就是用途系数 那如果说台北盆地呢 如果说这个H非常相当于接近这个地面 H趋向于0 那么它的水平震度呢就是0.1乘上SDS divide by 3.5再乘以I这样 那么这个是台北盆地这样 那这边再说一次的话 H就是跟这个从这个地面往下下 那个楼层的那个深度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所有的那个计算的那个水平震度的话 如果H大于20公尺的时候 那就是用20公尺来这个计算这样 然后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2.12节里面有说明了 好那我们跟着呢就讲这个意外扭矩这样 那之前我们有说过 那为什么有这个意外扭矩呢 那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啊 这个我们说这个楼层的那个质量的分布 很可能是有些不确定性 那这个不确定性呢 很可能是来自施工的 也很可能是来自往后的那个屋主啊 那个使用 使得说这个质量 这个分布有点不确定这样 那因为不确定的话 那就有可能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感觉这个质量的那个中心啊 跟这个刚度中心啊是重叠的 那就是说没有扭矩的问题 那但是在这个使用上也好 施工上也好 然后呢它有一些不可预期的那个扭矩 那么我们很可能啊 使得说这个在真实的情况之下 盖好之后或使用之后 那它就会有些扭矩这样 那为了避免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说因为这个质量分布 有些不确定性 那我们这个把这个执行的位置啊 就从所算的那个位置 往两个方向啊 这个偏移这样 那偏移的话 就是偏移啊 这个垂直方向 这个地震率垂直方向呢 5%这样 好 那我们这个以这个 假设说我这个地震率呢 是往X方向这样 那我这个Y方向的尺度呢 是10公尺 Y方向的那个尺度 这个防止在Y方向的尺度 是10公尺这样 那如果说我这个地震率 除了这个会穿过这个执行以外 那我们把这个地震率啊 还做一个往正的Y偏移 往负的Y偏移这样 那正Y呢 因为我们要偏移啊 这个它的那个尺度的5% 那时候10公尺的5% 那时候是0.5公尺 就是说我往正Y的方向偏移 0.5公尺 负Y的方向也偏移0.5公尺 那就是说这三个地震都考虑到 那如果这样经过这样的考虑的话 万一在这个这个施工的时候 或在设计的时候 这个施工的时候 还要使用的时候 跟设计不太一样 样这个质量啊 这个跟这个设计不太一样的时候 那我们都能够考虑到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就说 就是我们把这个地震率呢 这个在你所得到的那个执行方向 往左往右就是往正Y往负Y的方向 那么我们把它这个偏移5%这样 那如果说我这个地震率是X方向 那么我们就看Y方向的尺度 那刚刚所说的10公尺 那我就往Y方向这个正5% 然后往负Y方向也来一个5% 那就是这个0.5公尺 负的0.5公尺偏移这个地震率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这个X方向的地震率 我等于是要考虑三个地震率 一个的话是穿过直信 那一个的话是在正Y方向偏离5% 然后呢负Y方向偏离5% 那么我们就能够啊 把这个意外的流距啊 都能够考虑进来这样 那这个部分呢 那在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2.14节啊 有这个说明这样 好那当我们这个三个地震都考虑到 一个的话是穿过直信 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X方向的地震率 然后呢一个是在正Y 然后偏5% 负Y偏5% 然后我们这个每做一个这样的地震呢 那我们看说这个5%够不够呢 那够不够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呢就有一个这个放大的那个系数 系数 那如果说相当不规则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需要放大这样 那这个放大系数怎么算呢 就是说我们有个delta maximum 除上1.2delta average 然后呢再取它的那个square 那我们这个就AX这样 那如果AX小1 那我们就取1 就不需要放大 那如果AX是大于1 那我们就需要放大 那就说5个percent还不够 那如果说它是1.2 那算出来是1.2 那就相当于说我们就要放大 这个把5个percent放大1.2倍 那就会变成是6个percent 才够这样 那这个delta maximum是怎么样算呢 就是说 那就是说我们看这个DX层的位移 那DX层的位移 所以因为我们说过了 我们地震里会穿过这个直芯 会把它偏移正Y方向 负Y方向5% 那么它就会使得说这个delta maximum 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楼层 取最外面的那个两点 那这两点的话很可能 因为它有扭矩的话 那这两点的位移就不尽相同 那delta maximum就是这两点里面 取最大的位移 那当然你也可以取四点 你也可以取四点 那这个四个角落四点 然后取最大的位移 那这个delta average 那如果是你取两点 那就是说把这两点的位移 取它的那个平均值 取它的那个平均值 那取它的那个平均值 我们就可以得到delta average 那就是说delta maximum divided by 1.2 delta average 在tick square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ax这样 那这个ax呢 就不需要小1 那说小1 我们就用1来取就是 它也不需要大于3 因为3的话就相当于说 我们本来是5个percent 那我们这样会放大这个到15个percent 那就是说不需要放大到那么多这样 那最大就是3 那就是说我们把5个percent 放大到这个15个percent这样 然后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2.14节里面有说到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说 如果说这个房子是非常规则 那说非常规则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最大位移delta maximum 跟这个平均位移这个delta average 很可能大不了多少这样 那这个当他这个delta maximum 比这个delta average 那当这个delta maximum 不会小于这个delta average 会大于delta average 或等于这个delta average 那么这个ax呢 就会很小 很小 那当这个ax小于1的时候呢 那就说我这个意外流去 就不需要放大了这样 好那如果说当这个结构是很不规则的 很不规则 那就是说他这个 当我这个x方向施加这个地震力呢 那除了有x方向的位移以外 他这个房子还会扭转这样 那这个经过扭转之后呢 这个delta maximum 跟这个delta average 就那个幅序 那个幅度就会变很大 那就是说我们最大位移 就会比这个平均的位移大很多了 那大很多的话 这个当这个delta maximum 比这个delta average 大很多的时候 那么这个ax呢 就很可能会大于1 那大于1的话 我们就是意外流去啊 就除了这个5%以外 那我们还要把它放大这样 那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2.14节 有这个说到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继续啊 看说这个 这个永续的那个层间相对位移角 怎么去这个设定这样 那因为我们不希望说 在这个地震之下 这个位移角太大 那太大的话 那就是说它这个结构啊 这个虽然是没有损坏 那但是它的位移啊 很可能太大 使得它的那个非结构啊 变成这个没有办法用的 对啊 或许说门没办法开这样 那我们就说 怎么去设定这个地震力呢 那这个地震力的话 事实上就是一个弹性的地震力这样 那我们看说 本来我们这个地震力 经过fu 来做个折减 那这个fu呢 就是因为结构的韧性 结构的韧性引起来这样 那虽然的话 我们把这个fu乘回去 乘回去呢 那就说我不考虑 这个韧性引起这个对地震力的那个折减 那就相当于说 我是把这个结构呢 把它视为在这个弹性这个范围之内这样 就说在弹性的范围之内 那就代表比较小的那个地震 比较小的地震呢 应该来讲 它的位移角不能够太大 那如果小的地震 常常发生的地震 那位移角都太大 那太大很可能 使得说我们这个是一些非结构啊 就没办法应用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本来是除以4.2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除以 我们本来是除以1.4 那我们把这个1.4啊 再把它放大这个3倍 那就变4.2 那就说我们本来是考虑SAD的 这个设计基准的地震 那这个把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啊 这个除以3 那除以3呢 用我们这个设计基准地震呢 是445年才发生一次的 那么这个 当我们把这个设计震度啊 把这个设计的那个普加速度啊 把它除以3倍之后 那么就相当于说这个地震是常常发生 然后它的回归期来会更短这样 那在这个地震的作用之下 那就说它是个弹性的 而且是常常发生的这个地震这样 这个每一个楼层 还有它的那个上下楼层的那个相对位移啊 这个除上这个层高 那么就是得到这个位移角 那这个位移角呢 的值啊 不能够超过千分之五 不能够超过千分之五这样 那当然这个位移呢 是包含说它平移的位移 还有扭转的位移这样 那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震力 用这样一个地震力 这个地震力呢 是这个弹性的 而且是经常发生的 经常发生的地震 那这个地震力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楼层 还有上个楼层 它的那个位移 那我们把这个上个楼层的位移 减去这个楼层的位移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层间的位移 再把这个层间位移呢 除以这个层高 那楼层的高度 那除以这个楼层高度 它就变成是五英尺 或是正规化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位移角 那在这种地震之下 它的位移角 不能够超过千分之五 那就是说位移角不能太大 那太大了 很可能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那个损伤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说 如果大过这样一个限制 我们能够证明 这些非结构的构材 能够承受较大的那个成千变位 而不会产生生命 或是使用上的那个破坏的时候呢 这个限制可以足以那个方块这样 那如果说你没法证明的话 那就只得用这个千分之五 那如果你证明说 它也能够大一点的时候 这个非结构也没有问题 那么那你就可以放大这样 那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在耐震这个设计规范2.16.1节里面呢 有说明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地震力这样 那这个地震力呢 计算这个位移的施加地震力呢 那就是说 我们呢可以有一些放宽这样的 第一个放宽的话 这个算这个基本震动周期的时候 这个T不需要受到1.4倍的经验公司 这个周期的限制这样子 那就是说你T可以用的大一点这样子 那我们原来呢 如果说在这个设计基准地震的话 那这个结构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呢 我们除了用这个力学分析以外 那我们还要跟这个1.4倍经验公司 所得到的那个基本震动周期 取这个小值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说我们计算 容许的那个呈现限度相对测过于一角 那这个限制呢 就可以放宽这样子 好再来这个SAD呢 我们知道说当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大于这个2.5倍的T0D的时候呢 这个SAD啊 是用有这个0.4倍的SDS 这个下限的那个限制 然后呢 这个限制也可以放宽这样子 然后再来这个用途系数呢 这个如果是用途系数大于这个1.0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1.0啊 来计算就可以了 不需要把这个I啊 还要放大这个1.5倍 还有这个1.5倍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这边呢 有这个三个地方放宽这样 第一个放宽的话 就是我们对周期的那个放宽这样 那因为这个结构的基本震动周期呢 会影响到SAD跟这个FU这样 那我们原来呢 对这个结构基本震动周期 你可以用这个力学的方法 算这个结构基本震动周期 但是这个周期啊 不得大于经验公司的1.4倍 那这个是我们用来订定这个地震力的时候 所用的这样 或者说设计基准地震的时候 可用 或最大考量地震 或中小度地震可以用的 那但是我如果说我们要再计算 我们用来订定相对测向位移角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不受到这个限制 那就是说这个结构基本震动周期 如果你用结构力学方法 可信的可认可的一个结构力学方法 算到这个结构基本震动周期 你可以不需要受到1.4倍经验公司的周期的那个限制 你可以更大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对这个SAD 这个SAD本来说当我们的那个周期啊 比这个2.5倍的T0D还长的时候呢 它有个下限级 那这个下限的话就是0.4SDS 那就是说现在也是一样 算这个允许的那个承接相对位移角的时候 也不需要用到这个0.4倍的SDS的那个限制 那就是说你继续可以按照这个周期啊 这个反比的那个关系啊继续这个D减这样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这个I 那因为这个I呢 我们知道很可能有1.5 1.25 还有这个1.0这样 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I要算我们这个设计基准地震 最大考量地震 还有中小度地震 这个I都要反映进来这样 但是我们在算这个允许这个层见相对位移角 是不是我们要超过千分之五的时候呢 那这个I不需要用到这个1.25 也不需要用到1.50 那直接用I等于1.0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2.16.1节啊 里面有这个说明这样 那跟着我们进到下个议题就是建筑物的那个间隔 那这个建筑物的间隔的话就是说两栋相邻的建筑物 那究竟说它的间隔要多少才够这样 那我们说说为了避免在地震的时候造成灵动这个建筑物这个相互碰撞 因为两栋相邻的建筑物在地震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说它一定是同时往东同时往西 然后说同时往北同时往南这样 我们没办法这样做 那它有可能说一个往东一个往西 那么就造成这个碰撞这个危险这样 那说说为了避免这样的碰撞 那我们说建筑物应该要留设计这个隔间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把一些间隔留下来 大家都要各自留下这些间隔这样 那这个间隔留得够的话 那如果地震之下他们就不容易这个碰撞 那这个间隔怎么定定呢 那这个间隔的定定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475年回归期这个地震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得到个位移 那我们叫Delta 475年 那就是说在设计基准地震之下这个位移 那这个位移我们也很清楚 这个位移是个弹性的位移 那因为我们的地震是经过一个折减 所以这个是个弹性的位移 那这个弹性的位移呢 我们要把它乘上这个AlphaY 这样的话才找到这个对应于 对应于这个降伏地震力的得到的位移 所以说我们把Delta 475年乘上这个DeltaY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位移 这个位移呢 是对应于这个降伏地震力的这样 那但是我们还要再乘一点4 那么我们才能够对应于一个极限的那个地震力这样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震力呢 是这个这个是经过一个折减的 那我们这个除上一点4除上AlphaY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Delta 475年之后呢 我们要把一点4乘回去 DeltaY乘回去这样子 然后再来这个在这个设计地震之下 这个结构呢是有发挥它的韧性 那它的韧性怎么表示呢 就是它的容许的那个韧性容量这样 Ra这样 所以它的位移呢 并且不是个弹性的位移 它还会有一个塑性的位移 那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Ra长进去这样 那在这边我再说明一次 这个Delta 475 那就是说在475年回归值之下 我们这个得到它的位移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475年设计地震力呢 它是经过折减的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Delta AlphaY乘进去 一点4乘进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地震力呢 曾经用一点4AlphaY做个折减这样 所以我们把这个Delta 475年乘上一点4乘上AlphaY 那我们就是把它能够反映到 在地震之下它的位移这样 那这个位移呢 是个弹性的位移 那因为呢 在这个475年回归期的地震之下 它会允许它进到这个这个硕性的 那这个硕性的比例呢 就是Ra 就是允许的那个韧性容量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把这个Delta 475乘上一点4乘上AlphaY乘上Ra 那么它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非线性的位移这样 那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说 两栋建筑物不会说刚好反向 或者说刚好同向这样 那我们考虑到一个这样一个几率的那个关系呢 那我们就把它乘以0.6这样 那说说那个间隔的那个需求 就是说我一栋建筑物跟另外一栋相连 那我究竟自己要留是多少那个间隔呢 那我们就说在这个475年回归期之下的那个地震 那我们就得到它的位移 那这个位移呢乘上1.4乘上AlphaY 那么因为这个位移经过折减了 我就把它放大回去 那这个说它的弹性的位移 再乘上Ra 那就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非弹性的位移了 那这个非弹性的位移呢 因为两栋建筑物不可能说刚好 它们产生最大值的时候呢 刚好是反向这样 所以我们再乘上一个0.6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规范里面有说到说 不得小于就是我们留色的那个间隔 那我们就用475年设计地震之下 产生的位移再乘上0.6 再乘1.4 再乘AlphaY 再乘上Ra倍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要留的 自己留色的一个间隔 那如果说相邻的那个建筑物 大家都留有一些间隔 那这个地震之下呢 它就不容易这个碰撞这样 那当然找这个位移的时候呢 需要考虑到P Delta这个效益 也一并这个考虑进来这样 那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2.16.2节 里面有说到这样子 好那我们进入下个单元了 好那这个主题呢 是讲到这个极限层简历强度 那个简合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想要知道说 这个楼层它的那个极限层简历的强度 究竟是多少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楼层 它的容量跟需求比 跟上个楼层的容量跟需求比 那当然如果说我下个楼层的容量跟需求比 是高于上个楼层 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容易 有这个软落层的那个呈现这样子 那我们说这个为了使结构啊 这个每个楼层啊 都比较有均匀的那个极限层简历 那没有让它不要有显著的那个落层的那个存在这样 那么我们就应该啊 用可信赖的方法 计算各楼层的那个极限层简历的那个强度 然后这个这个强度呢 不得啊 有那一层的那个强度跟那个需求的比值 容量需求比低于上一层的80%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啊 一些这个落层的那个存在这样 好那如果说我们用算式来表示的话 这个IF就是DI层 C呢是代表capacity D呢是代表demand这样 那如果说这个DI层的 乘简历的capacity 跟demand的那个比 不得低于或说大于等于 这个I加一层这个上一层的capacity 跟demand这个比值的80%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VIF 它的capacity 跟这个demand的ratio 要大于等于0.8倍 VI加1F 就是上一层的capacity 跟demand ratio 那如果阶层的那个capacity 跟demand ratio 低于80%的话 那就说阶层的落于这个上面一层 那么很显然啊 阶层很可能就是个落层这样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这个在耐生设计规范啊 2.17节啊 里面有说到 什么时候可以不需要满足这个条件呢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证明啊 这个落层的强度 能够足以抵抗 这个最大考量地震力 那这个SAM 除上FUM的话 这个是最大考量地震力 那因为这个最大考量地震力呢 已经用到它的韧性 所以呢 它有用FUM来做折减 那就说我们不要把它折减 那就说它是个弹性地震这样 然后呢 再来我们也不用1.4 也不用AlphaY来做折减这样 那就说代表说 这个结构呢 是在一个弹性的范围 如果说我们能够证明说 在最大考量地震之下 它依然是这个在弹性范围的 那这个这样的话 这个落层也没有关系了 那么这样它就不需要满足这个式子 那就说这个楼层的 层减力的强度跟需求比 这个大于等于0.8倍上个楼层的 这个容量需求比 那我们就可以不需要 这个符合这个条件这样 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在这个最大考量地震之下 然后如果说我们是用个弹性的设计的话 那这个设计很可能是不是那么经济这样 那就是说所有两层楼以上的话 我们都需要它 减造它的那个这个极限那个层减力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下层跟上层的那个总长量啊 那这个是低于这个楼层跟上个楼层 它那个强量是低于80%的话 那么这些这个非结构墙 这些墙啊都需要计算在这个极限层减力的那个强度里面这样 然后这个的话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 2.17节啊里面有说到这样 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上下两层楼 然后呢阶层楼的那个强量 这个低于三个楼层的那个强量的8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算这个极限层减力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些墙也好这个结构墙也好 非结构墙也好所提供的那个强度呢 也要考虑进来这样 然后再来我们就到这个垂直地震力这样 那这个垂直地震力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知道说这个过去的单元里面呢 我们就只考虑到这个水平地震力 然后呢事实上在真实地震里面呢 它有这个垂直的那个地震力 然后这个垂直地震力那当然会影响到柱的构材 那也会影响到凉的那个构材这样 那凉的构材呢或者是板的构材 它就会做一个垂直的那个震动这样 那垂直这个地震力它的那个设计反应谱 怎么来计算的话 那我们这个SAD就是水平的设计反应谱 那我们把它乘以二分之一 然后取它一半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垂直地震力的那个设计反应谱技术这样 然后这个是在一个非近段层区域的时候 那如果是在近段层区域里面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水平的设计反应谱 乘以三分之二 就会得到这个垂直的那个设计反应谱这样 那为什么这个非近段层地震的时候呢 我们垂直是这个水平的二分之一 在这个近段层地震的时候呢 近段层区域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个垂直是这个水平的三分之二 那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发生一些近段层地震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这个垂直的那个分量啊 是相对于是比较大的 那就是说它不只是二分之一 它不只是水平的二分之一 那它是比二分之一高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取这个三分之二这样 那当然这个在这个设计地震我们可以这样做 然后呢中小度地震也好 最大考量地震也好 那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那个方式做一个修正这样 那当然如果说这个一些水平的构材 像这个凉的构材 或者说这个水平的玉力构材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考虑到它的一些韧性这样 好那我们这门课的那个参考文献 包括是结构学的工程修学的 那当然还有霍兰率的这样 那还有钢筋混凝土学的课本 那大家可以参考这样 还有用到两本规范 一本的话是建筑物的耐震设计规范 那一本的话是混凝土的结构设计规范 还有用到两本书 那这本两本书呢 是土布404100的上册跟下册这样 那这个就是混凝土工程设计的规范的应用这样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在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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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